在表中有一台KIA Sportage 今天现场有车 所以我们也可以来细聊一下 这一台车 刚刚看到外貌 我觉得它跟现在新时代 大家所流行的一些元素 好像不太一样 在讲这个车型之前 我们可以聊一下 就是在这个 Top Safety撞击的测试当中 这个KIA Sportage的车型 是获得了Good的评语 所以它在车头的40%撞击 偏制的25%撞击 左边跟右边 都得到了这个很好的分数 都是Good的评价 还有另外在新式的撞击 在侧边的角度 它就用SUV模拟 是比较严苛的方式的撞击 也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所以整体而言 它会能够上榜 这就是我觉得 在新的设计中 面对安全所做的一些措施 那回到了这个车头 这个车在国内大概两三年 应该讲市场都还蛮缺车的 因为这个造型 真的跟大家不一样 一般都做极简 车头简化 它看起来有点复杂 这个虽然已经缩小了 我们讲的Tiger North的这个车头的标记 变成一个护照型 但是你可以看到 因为X-Line 加了这个亮光的黑色的前面的饰板 不同的层次 亮色黑色烤漆 然后再来是下面的建层 到下面有一点 因为SUV要做的这个粗矿感 跟对比 当然这是SUV 对比房车 隔壁的Prius 非常洁净 干净的这个车头 非常的不同 那我觉得是有一点 要呈现肌肉感 跟这个越野的魅力 但它如果日行灯亮出来 在路上你很容易就认出它 对 很特别的一张 回旋标型的这个日行灯 所以 Eddie哥就觉得说 其实Tiger在设计这个部分 每一台车款上 也不尽然都会一样 对 是有自己的车格 我们从另外一边来看 好 从侧边看 我们要提一下 这个灯也是很特别 除了这个 回旋标型的日行灯以外 它的灯组 这个是大灯的灯组在下方 侧边是方向灯 这个也是一个 很复杂的组合设计 当然是在呈现出 车头比较不一样的做工 跟有一点这个应该说 特殊感 所以做这么多的 灯具的组合变化 一般都是一个灯具全函了 日行灯什么时候全函 但它全部都分开 我觉得 它反而不是一个 整合式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它是 很有个性的做法 再来是侧边 我们看到因为X-Line 加了一个 这个黑色的烤漆的 这些装饰 像是这个后视镜 还有这个车顶架 都是做黑色烤漆 甚至连侧边的状况 也做黑色 那这个黑化呢 又为什么这样做呢 其实在欧系中 我们大概知道 平时有一些黑色套件 是的 它就是用高级车的 增加的附加配件 来增加车的质感 跟加一点配备的价钱 升级 不过我要提醒一点 就是这种试版 其实非常容易刮伤 新车车主买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应该 去贴个膜保护一下 不然日常使用 它容易受伤 大概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座空间 这样子的正规的SUV 来看一下后座空间 就是如果你后座 是需要载到像Eddie哥的体型 180的男性 大家会觉得坐得舒服吗 好 因为它是很正规的配置 我们在后座上也可以看到 它不错的这个木木人饰板 加上这个 终于刚刚有提到的 很像开瓶器 它的手把好大 而且看起来我就说 有点像开瓶器 但是我觉得非常好 但记忆点就很深 对 非常好 那我们回到座椅这边 它的这个椅背很特别 它有14段的角度调整 所以其实还蛮惊人的 竟然做到14段 那这个随着你各种不同的需求 跟你想要 甚至说要休息吧 你看最后一段 我其实可以你知道 就是有一点呈现在车上 可以休息的状态 这是放松的姿态吗 对 这是最后寝的一个角度 其实是可以睡觉的 这个时候你还保有西部空间 对 是 然后前面 然后再来是 我很称赞的是 它其实脚步 女生穿厚一点 我们穿厚一点的球鞋 这个前装座椅的下方 是可以容许的 高度是可以的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方面设计的也很优秀 另外一个就是在 我们在后座 在前座的这个头枕上 它有一个挂衣服的凹槽 那内部还橡胶防滑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衣服外套挂上去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设计的细节 也非常的人性化 另外还可以当扶手 我出来 是的 对 可以抓着 当扶手这个功能 我反而就很称赞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上下车的时候 需要借力 叫一个助力 对 借力使力 是一个不错的设计 是 再来看尾灯 讲这个异形的尾灯 它其实没有连贯 它没有一贯 但是这个你们发现 它的尾部LED灯 它的方向灯也特别做出来 等于前后呼应 这是一个设计感 前后呼应的做法 也呈现它的独特性 在车系中 也不会跟其他车系混淆 非常的独树一格 我们再来看它的心理空间 好 我们来看 一样有电动尾门 它也有一个靠近的感应 是 没错 然后再来我们看 这个后方的心理相空间 非常的大 然后置物啊 或者是高度也非常宽广 还有一个便利就是 来 我们手这样测试 我手放这么高 不要是我提东西 提到我自然升高以后 可以送进去 所以这个 就推送就可以了 对 我只要 我不用特别再举起来 所以只要我这个高度 我就可以送进去 其实高度它很 很攸关你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对 你可以这台车的评价 是 是 是 对 因为很多女生 就特别怕 我要举很高 再放下去 然后就 你就觉得 哇 如果真的是重物腰很受力 这样子会比较 也会有一些意外 有时候你看不到下面 因为你东西很大 对 就会有一点放到 或者是倒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很便利的高度设计 另外还有快请 一件是倾倒 对 一件倾倒 六四分离 那所以其实也是很便利的 可以操作 而且看到平整性 就是如果你要车速 它的平整性也足够做成 这样子的空间安排 Sperage 当然它在内装上 也有X-Line套件 而且中间触控 我们看到了中文界面 大概很多车主 我比较开心 这次首次的把中文界面 更新上去 但我发现它功能 还蛮单纯的 所以其实用到 Apple CarPlay 或者是Angelo Auto 就可以 这是大家常使用的功能 那再来就是X-Line的这些组合 木纹 加上这个L型的出风口的独特设计 那当然我觉得还有很厉害的 就是中央这一排 它就是所谓的旋钮式档位控制 再加上最近含流来了的冬日组合 座椅通风加热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把加热仪给开起来 对没错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配备 那再来是呢 这个是4W车型 所以它有多模式 再来是不同的换挡模式 然后12.3寸的荧幕呢 也会做不同的花样 颜色的改变 就会变成不一样的显示方式 再来是我觉得KIA跟现在的 现在的集团呢 其实对于这种方向灯的时候 后视镜会显示左右车道的 这一个辅助画面 我觉得非常棒 也会降低许多的这个开门 或者是转向的时候 机车突然冲过来的时候的这个危险 这个是很好的配件 很安全 再来就是我觉得整体而言呢 在配置上这个高光 还有64色的这些气氛灯 它还有个lock 对我们讲它有四传 它就有lock 所以这个车格其实是蛮好的 对于喜欢四轮驱动的朋友们 这样子的X-Line的这个搭配组合 那价格大概在140万以下 我接近140万 其实是相当的很好 对还有哈曼卡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还蛮 蛮有竞争力的 再来就是质感 所有手边可触及的安全性 刚刚又提到撞击的安全性 所以整体也没有什么缺点 如果我自己在看一些戏上的话 我还会注意到说 这么冷 我要方向盘加热 它一样又有 再加上它前面的充电 它其实是有两种不同规格 你知道像我从iPhone14 换到15的朋友 他们有时候会苦恼 自己车上目前的充电配置 它可能还有一个转换的麻烦 但反正它两种都有 我觉得就会方便很多 谢谢Aggie给大家介绍